各位,基督徒并不总是一直前进成长 很多时候我们反而是一点一点的体贴肉体和向世界妥协 以致我们逐渐就背道了 背道有两个意思 一是指真信徒灵命软弱退步 二则是指原本就没有重生和真信主的人最终彻底否认和离弃主 在中文里,两种都被称为背道 今天我们要思想的是第一种背道 就连在神的子民中,背道、灵性退步也是相当普遍的 几乎每个基督徒都曾经历过灵性的倒退 那时我们无心祷告,觉得读经烦闷 不想去教会,对神的事一点兴趣也没有 也觉得神很遥远,感受不到祂的同在 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属灵状态 但感谢神,祂能帮助和医治我们 神说,你们这背道的儿女啊,回来吧 我要医治你们背道的病 看啊,我们来到你这里,因你是耶和华我们的神 以色列啊,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神 你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了 我必医治他们背道的病 甘心爱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 以色列啊,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神 以色列啊,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神 你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了 我向他烟面发怒,他却仍然随心背道 我看见他所行的道,也要医治他,又要引导他 使他和那一同伤心的人在得安慰 这几处经文都把背道形容为一种病 而既然是一个病,就一定有害处 当信徒背道,灵性倒退时 他在主里应该享受的喜乐不但会减少 而且他也无法发挥神赐他的恩赐 好好的服侍神 如果他继续让他的灵性退步下去 他就越会给罪和撒旦留余地 当人离神越来越远时 罪和撒旦就会趁虚而入 试图填补我们生命里的空缺 人不是被圣灵充满 就是被邪灵、肉体和世界影响 如果这个背道的病不得医治 我们就会越来越无力抵抗罪 并且变得越来越属士属肉 更糟的是,当一个信徒灵性倒退时 他也可能影响其他主的羊跟他一起软弱 所以这被道之病是非常危险的 如果放任这病 只会叫人越来越受亏损 但神奇妙的恩典 把被道视为病 而呼吁他的儿女回来吧 显然的被道是不对的 但神却不止一次把被道称为一个疾病 乃是好几次在圣经里将被道视为疾病 神并不是说我会饶恕他们被道的罪 乃是说我必医治他们被道的病 这句话里包含了神极大的怜悯和安慰 神不把他儿女视为仇敌 反而把他们当作是病人 需要神救治的人 神体恤他子民的无能 也没有因为他们灵性倒退 就毁灭他们 神反而是呼吁他被道的儿女 回来吧 这是何等大的恩典 虽然他儿女的被道得罪了他 侮辱了他 使他忧伤 但他仍然呼唤他们回到他身边 甚至还应许会甘心爱他们 因为他的怒气向他们转消 重要的 神也应许要医治他儿女被道的病 但首先我们必须注意 神的应许是给谁的呢 神的应许是给被道的儿女 不是给假信徒的 前面我们读的经文 都是向着神的儿女和子民说的 我刚才提到被道有两种 一种是神儿女的灵性倒退 另一种则是那些 从来没有真信主之人的被道 神的应许不是给那些假信徒的 神所医治的子民是必然会回应神 且认耶和华为他们的神的 如同我们在耶利米书第三章读到的 看啊 我们来到你这里 因为你是耶和华我们的神 他们也是那些会因远离神 而伤心哀痛的人 而神若亲自应许 他也必然会成就所应许的事 并且神绝对也有能力办到 无所不能的神 有什么是做不到的呢 他甚至能叫死人复活 难道不能叫被道的儿女归回神吗 难道不能使灵性退步 软弱的信徒从心与主亲近吗 没有人能治我们的被道之病 我们自己在灵性软弱时也救不了自己 但神能 耶稣曾应许 我的羊听我的声音 我也认识他们 他们也跟着我 我又赐给他们永生 他们永不灭亡 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 我父把羊赐给我 他比万有都大 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 神绝不会让他的羊从他手里被夺去 这对我们信徒来说是何等大的安慰 总是我们暂时对神冷淡了 神也会信实地把我们寻回来 有些信徒知道自己灵性倒退了 就感到很受控告 就不敢相信神还爱他 神会帮助他 但今天的经文给了神被道的儿女盼望 因为神会怜悯他们 所以他们不必绝望 更不应该逃避神 因为神是愿意医治他们被道的病的 那么神如何医治被道的病呢? 神可以用多种途径来医治 神的圣灵可以感动人 使人重新对神饥渴 提醒人神的恩典 叫人看见神的作为与美意 神也可以用他的话唤醒人 使人的灵魂苏醒 神也能在肢体相聚 一同唱诗、读经、祷告时 使人心再次被神感动 当然神往往也用某些疼痛的管教 来把人心再次转向神 这如同医生在治病人时 往往也需要给人一些苦药 或是为他们打针 有时疼痛是在治愈之前 为了叫我们谦卑归回神 他有时不得不用他的杖来管教我们 因为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 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 无论神用哪一种方法 我们的确据是 神必然会医治他儿女的被道之病 如果我们正处在被道 灵性倒退的状态 我们虽然软弱 但盼望我们起码因自己灵性的退步 而忧伤痛悔 并渴望神医治我们的被道之病 今天神也同样呼唤 他被道的儿女回来吧 愿神被道的儿女们 赶快归回他身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